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 在6月13日通过私人 兴建资助出售房屋先度计划 落建居的政策框架 鼓励私人发展商参与兴建资助出售单位 政府将透过主动出售土地 公开招标形式 以及让发展商申请改 或其拥有的土地 并透过换地 或修订地契及预设的保地价安排 以土地市值三分之一计 私人土地形式来达成政策目标 这时计港人首次置业计划之后 政府在以减少保地价的方式 吸引私人发展商参与兴建资助出售房屋 落建居的资助出售单位的定位 属于政府定义置业阶梯中居者 有其屋计划、居屋、单位同一层级 政府为其定定的固定售价折扣率为35% 这比率是参考了自2014年 服售居屋以来不同其数居屋的平均折扣率 而最新一期 2023年的居屋售价折扣率为38% 略高于以上定定的水平 基于落建居单位售价与没有买家资格 及转售限制的相同单位市价 有大幅度折扬 发展项目的市场地价 相对于没有上述限制的市场地价 要有远高于上述35%的折扬 当中原因在于发展土地地价的剩余价值特性 土地价值取决于项目预计销售金额 减除建筑成本 专业费用 此等成本基本不会随着单位售价改变 利息 发展商所需利润 及销售成本等 政府定定 私人土地形式的住宅保地价部分为市价三分之一 这个66.6%的折扣率高于单位售价 折扣率35%约一倍 而非住宅部分的保地价 则为十足市值 这项保地价安排是参考 并跟随政府至2019年收取房屋协会 就资助出售房屋项目的保地价安排 早前住宅部分的保地价 折扣率是一半 未来参与 落建居 项目的发展商需负责推售资助出售单位 当中要符合法定要求 而宣传及销售活动的行政成本不容轻视 房屋协会表示 已初步与政府磋商 并落意在处理市民申请事宜方面给予协助 这将为出售与合资格人士的工作提供狠大助力 以往私人参建居屋计划的住宅单位 由房屋委员会扣回 参与项目的发展商多为建筑商 只在建筑工程的利润 而其承担的市场风险主要在项目的非住宅部分 一般为商铺及停车位 落建居的资助出售单位 不会有政府或房屋委员会的回购安排 项目发展商要面对的风险较高 除了商铺部分 住宅单位的售价 可随市场价格升跌 对发展利润有重大影响 落建居的住宅单位买家资格 一般会依循当时居屋或房屋政策的资格准则 入息及资产限制 和转让限制 这将限制料购买力及单位售价 发展商创造利润的空间亦因而收窄 政府会由2023-2024年度起 以公开招标形式 分梯推出三幅政府用地出售 首两幅用地分别位于东涌及柴湾 将于今年年底及明年首季第一季出售 预期地政总署会来定出合适底价 充分考虑地契要求包括单位售价的35%折扣率 平整土地及建筑的成本 资金成本 销售单位的时间及成本 以及发展商所需利润等因素 让落建居计划能顺利落实 落实 私人土地形式的计划要面对的挑战很大 主要原因在于私人 土地业主申请土地改或作为住宅发展会遇到多方面困难 政府以吸取土地共享先度计划的经验 从而制定合适的制度协助申请 以及关注离定保地价的基础及时间过程 若个别发展商希望以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协助特定目标群组 例如青年 达成置业愿望 政府会容许发展商在居屋的资格准则之上作出微调 以及需由房屋局局长审批